让翻第三章第五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自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觉 如果是这样去到第八点 就处理另一件事 这点就更加是很多姐妹要留意的 就是要处理不良的情绪 因为事实上原来不良的情绪 就是其实最主要导致我们有不良的态度 有时我们遇到人生当中的冲击 或者我们的价值观受到挑战 怎么为之价值观受到挑战 其实有些人当被人管教 或者被人改正的时候 他其实是很不开心 是因为他的价值观 就是他的面子比上天堂更重要 一句说完就是这样 有很多人认为黑暗是比光明 在他的生命当中 所以接受管教改正 甚至有些人听了主日的一篇讯息 已经不开心 有些人听了家长的一篇讯息 已经生气到鼓鼓声 我记得有一个在第一代姓潘的 就是一个门徒 有一次听权威说到之后 生气到鼓鼓声 觉得权威说错 但权威是照着我分享信息 讲关于一些真理 我听到后发觉那篇真的是真理 他生气到鼓鼓声 后来就跌倒了 原因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情况 当然是价值是其中之一 但第二就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这些人 他自己在他生命当中的不自觉下 其实他觉得黑暗是比光明重要 他觉得他自己不向的这些错误 比真理重要 很多时候在下意识当中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些现象 当我们这些受到挑战 例如专严比上天堂 如果你要他选择专严定天堂 他宁愿选择专严 他落地也无所谓 当你教他一个真理 那个真理明明是带上天堂的 但你挑战到他的专严 那便生气到鼓鼓声 他便有情绪 当这个情绪显示出来 其实是告诉我们听 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所以你要做的就不是说 挂回自己 或者让他瘫慢一点 不是啊 你看一下你的价值观 为什么使得你不开心 你究竟现在讲的什么重要 你讲的原来是你的专严 比上天堂 其实如果你立即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原来我们每一次的情绪 根本是我们价值观根基被动员 其实那是一件好事 你立即去检测 你会看回 其实有些什么你要改 而不是有些什么人要就你 明白吗 所以变成原来我们一定要对抗 我们这些不良的情绪 其中一种 譬如举个实际的例子 就像湘水事件1996年 当我分享这个讯息之后 所受到攻击压力 我当时真的害怕 我真的害怕得很厉害 说真的 因为每次都会害怕 很孤单 而且根本这件事我决定 就是我一定要一力承担 不要让弟兄姊妹受到这些压力 所以当我真的去承担面对的时候 全部战斗向着我的时候 我真的害怕 当我害怕的时候 在那段时间 我就发现一件事 这种不良的情绪 恐惧是不良的情绪 弟兄姊妹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什么我会有这个不良情绪 原来我发现就是说 在根基上 土神喜悦和安全感 我是偏向哪一边 我才会害怕 我偏向喜欢安全感 而不是偏向土神喜悦 如果偏向土神喜悦的话 就算有这些攻击的话 我不会在当中 会有一个害怕的情绪伸出来了 明明我在说什么 原来每一次你生命当中 有不良的情绪反映出来的话 你叫它不良的情绪的话 那个情绪其实是反映出 你的价值观受到挑战 而事实上这个价值观 受到天战有很多时候 譬如举个实际的例子 我身为一个本身 有消炎麻痹症这种病 其实我每一年 我在读中学 读中学也是这样的 每一年转季 我都不开心 因为会显得我的右脚是幼的 还有走路更加难看 因为穿的衣服薄 还有褲子薄 冬天我没事的 但每一次转季的时候 到夏天我就很不开心 我不开心整个星期 而你们不会觉得 我自己本身就会亲身经历 到夏天上学的时候 以前同班和我见我的眼神 特别夏天头那几天是变了 他看着我走路 看着我走过 这些眼神是不同的 不同班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变成我内心的不良情绪 然后就可以说膨胀 即是很不开心 即是当时不知为何自己不开心 但知道换季是不开心 其实里面就是说你的价值观受到挑战 在当时来说我的要求不多 我的要求就是最好大家不要注目于我 最好就是直接无问当我不存在 但起码你不要带着可怜眼光去看我 或者是鄙视眼光去看我 因为我没有犯过罪 我没有得罪你 但问题是每次换季的时候 我就一定要经历几天这样的眼光 认识我的人和不认识我的人都是这样的 而导致我便有不良的情绪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突然间出来的 即是这个现象不良的情绪 突然间爆发出来的 当然有时会因为我们身体的病 或者身体的软弱而导致 但我们在说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受到矫正管教改正 又或者甚至是有人挑战你 或者是处事 有时夹杂住在处事当中 为什么我们的情绪会出来呢 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好的indicator 一个很好的显示 就是你应该检讨在这件事当中 你有什么黑暗你要纠正 阳风第三章第五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自从水和圣形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心热性不经据挑战 愿热离于天流快跑 奋力冲前 心未尝怕千万转变 跟着血终一生终结得永生半年 现将一生光临 所有的气息全呈献 不管风雨 不管波测情不变 要放开主挂牵 仰望主是人献 因主仲值得永远 因主仲值得永远至望前 或许沧桑转变 声秀分临地而抹迁 世事乍变 或许地已改了万遍 心中始终见地 见花是风凡前 见守主真美到达最终 和我主相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